我的方式我其实比较取巧 因为他题目实际上是有1 2 3 那我是把它做的过程 有些部分把它怎么讲 就直接跳跳 就是按照我的方式去理解 把它绘制出来 那当然如果说将来 如果你去参加征章考试的话 最好还是按照他的步骤来做 会比较保险 就是将来你比较能够拿到满分 因为像这个考试是电脑评分的 他非常规模 只要你有一个地方 哪怕你最后看到结果是一模一样 但是只要步骤不一样 他有时候不给你分数 这也可能要注意一下 所以如果说按照他的步骤来做的话 第一个H 我把这个框线都去掉 怎么全部去掉 很简单变无框线就可以了 就恢复了 如果你要恢复的话就无框线 当然如果按照他的题目要求的话 就按照第三列到第十二列的下方 下方 上方跟下方 理论上应该分两次 比如他的上方第三列 就这样子先选起来 然后他的上方的话就是 上方 这个最初先选 然后再选上方按确定 上面这一条线又画上 第十二列的下方 那就意思说 这个第十二列的下方 下方先一样先选那个样式 再选下方 这样子就是他意思 然后再来的话就是B到I的右方 B到I B在这里 B到I 在这里 OK 就是B到I 这右方特别注意 右方的话其他框线 那就选什么呢 先选粗细 细框线 然后右方的话是这一条 再跟这一条 这两条都右方 OK 你不要选这边 这边只有画到哪里 画这一条 那这一条的话 就画他每一个范围里面的右方 当然这边就没有画到 OK 按确定 有没有 这边右方都画了 再来的话就是什么呢 第四列到第十一列 第四在这里 到第十一列的下方 所以选起来之后 一样其他框线 这个范围选完之后 先选样式 再选什么呢 下方 多选 好像十一 我先取消一下 应该只有到十一 选到那个 难怪下面会多出现 其他框线 下方的话 特别注意 先选样式 再选这一条是下方 先画这一条 然后再画这一 这多画 把它取消掉 先取消 冲来一下 OK 然后再来 其他框线 先选样式 再选这一条 再选这一条 这样子 OK按确定 你会发现 这边也帮你画好了 最后的话 再针对什么 针对A蓝的右方 跟第三列的下方 其实这个就我刚刚做的 这个A蓝的右方 先选A蓝 然后再选什么 其他框线 它右方是这边 所以先选双线 再选它的右方 按确定 这一条确定有没有出现了 这一边这一条的话 比较简单 可以用什么 底端双框线 这样的话 就大功告成 如果按照题目要的 你就按照步骤做 其实当然是最最妥当的 只是说 它的画的动作 又会比刚刚来的 多好几个动作出来 所以当然你可以斟酌 最主要就是以后 如果呢 你假如是要列印出去之前 记得 一定要懂得把它画框线 否则的话 特别是Excel本身 预设是没有框线的 你不要以为说 这边怎么有灰色的 列印出来会不会有灰色的线条 跟各位讲没有 也就是说将来 Excel的表格列印出去的话 是不会有框线的 所以未来的话 你这个框线 是必须要自己画上去的 OK 当然它这个地方 还不像我一般用 自己用尺去把它画出来 你当然它怎么绘制 当然主要是从这个地方绘制 所以关键的地方就是 你要先选举范围 然后再针对那个范围 去绘制你所要绘制的框线 所以可能要非常熟练什么 这个地方其他框线部分 再来的话 如果我今天希望 这个范围的资料里面 帮我把这边的对角线 哪个对角线 这个 一直到这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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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这里 通通怎么样 帮我把这几个除尘格 只有这几个 把它的底色填为 橘子色 怎么做 当然不是叫你涂把链钢 有的时候涂把链钢 要花很多时间 而是希望怎么样 当某个条件发生的时候 它就帮我把底色的颜色给变动 所以特别注意 也就是说 这个地方要绘制的话 在这个范围里面 只要某个条件 什么条件 你可以观察一下 你会发现 这个 跟这个 背乘数 跟乘数 它是相等的 背乘数 跟乘数 相等 如果两个相等的情况下 才去帮我做绘制底色的动作 所以第一个 我们已经知道逻辑了 第二个的话 被乘数在哪里 在这里 乘数在哪里 在这里 所以你要下条件 如果这个跟这个相等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的底色给绘制出来 再来第二个 要怎么做 首先第一个 请各位注意一下 我们会用的这个方法 是使用所谓的新增规则 特别注意 新增规则 新增规则里面 你把它点选的话 你会发现它这边有好几个选项 那到底哪一个选项 可以做出我们要的效果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的话哪一个比较OK 其实跟各位讲 只有最下面这个可以 使用什么 公式来决定格式化哪些选项 其他都不行 OK 其他都不行 所以公式就把它输入到这里 那输入哪些公式 请各位注意一下 如果你做得出来 那很快就做完了 但如果你不会的话 这可能要花很多力气 那先取消一下 跟各位讲 如果你要做格式化 请你把范围选起来 意思就是说 将来请你针对哪个范围 意思就是这个范围 如果这个范围 以外的就不要做 这个范围里面 只要是符合这个条件的话 那就帮我把底色变更吧 怎么做 一先选择这个范围 二的话新增规则 新增规则里面的话 请你选择用公式来决定 要格式化的储存格 那特别注意 这个范围里面的规则是怎么样 我刚讲过 如果当 所以你就先当的话 先选择 先输入一个等号 当哪个呢 当这个储存格 所以你点了B3的话 它就会把B3带过来 如果当B3等于什么呢 A4的话 那就帮我怎么样 把底下的格式 有没有 变成填满 背景颜色就填满 填满成什么呢 题目要求是橘色 就橘色 这个 帮我把它填满 本来是行 填满为橘色 好 但是特别注意 如果你按确定的话 目前 会不会有结果 特别注意 它如果按确定的话 理论上 应该只有这个会涂颜色 这些应该都不会涂颜色 为什么呢 因为 它也是会遇到同样的问题 就是它会针对这个范围的储存格 先抓第一个 再第二个 第三个去比对 也就是说 它每个比对 同样的道理 就是说 蓝跟列的锁定 这个规则 跟刚刚的 我们向下向右的规则一样 它也会牵涉到蓝跟列的锁定问题 所以特别注意 如果你现在 假设是这个储存格 这样固定的位置是OK 可是问题等一下 它会向右 也会向下 所以请记得 请你把B前面的前的符号拿掉 因为我们标题列在第三列 请你把4前面的前的符号拿掉 因为我们的标题栏在A栏 所以特别之后 这个就是最后的结果 我把它按确定给各位看一下 那会不会刚好就对角线 试试看 有没有发现 这样的话 它就会针对什么 针对刚刚这个范围的资料做什么 先把这个先抓出来 比较一下 这两个不一样 一样就帮你填颜色 这个的话把这个跟这个抓出来 比对一下两个 不一样 不一样就不填颜色 有没有 所以这些都不填颜色 一直到这个 两个又一样 所以就把颜色填一下 OK 应该可以懂那个逻辑吧 那请各位试 再想想看 如果我这边有个变化题 这个变化题是希望怎么样 请各位把另外一个对角线 哪个对角线 9乘1 8乘2 7乘3 有没有 这个对角线帮我把这个的底色怎么样 分别填上什么 填上黄色 他不是叫你用什么 用那个刷子 不过这杯刷子我刚才没有特别讲 如果你要连续刷的话 你还要记得点一下两下 你不能点一下 点一下只能复制一次就消失了 有没有 他就不能再点了 那如果你要点两下的话 他可以这样一直连续刷 有没有 如果我今天希望 他可以帮我刷一个对角线 对角线该怎么做 其实规则差不多 他有没有什么固定的规则 什么 被陈述 有没有 前面这个数字 加上 它的陈述的话 如果这两个相加等于 等于 10的话 那就帮我把它底色换一下 有没有办法做到 如果可以的话 试试看 其实1一样选这个范围 2 新增 规则 3 3的话 一样使用公式来决定 规则 公式就刚刚 那个的变化 所以请各位试一下 画面先还给各位 切一下 所以这一边的话 如果你对角 加未来当然还有什么 不一定要对角线 横向线 比如说 能够被三整除的 或者能够被二整除的 分别用不同颜色 来帮我把这个底色 或者字的颜色 字的颜色 字大小 变更的话 那这个地方 就可以利用 新增规则的方式来做 试一下 好 好 小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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